共同理念 全民發生 MyRadio2011 陳偉業 民主黨 將軍民主黨 將軍民主黨 人民力兩萬歲 人民力兩萬歲 POWER TO THE PEOPLE 貫切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報現 POWER TO THE PEOPLE 不憑則鳴,只因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RIGHT OFF 身體力行,隔空發工 黃毓民民到,現在同你否釋直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又到了沒有黃毓民的黃毓民民到 這句話沒用很久了 現在就用回 但不要緊的 因為馬濟都要臨時上來 今天就要遇過 為甚麼呢? 今天大舊話都不明白 他會講高登的 這是收聽的保證 大家一定會知道 但未講這個之前 有一件事 今天挺特別的 因為區議會的補選 其中的補選 事實上坊間不是太多人留意 因為高鐵事件 很多人吸引了注意力 但這個選舉的結果 我和馬操黎都認為是爆冷的結果 基於大舊參與過區議會選舉 所以你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我對福來村比較熟 因為我家的辦事處都有福來村 其實福來村我都服務了 我暫漫都二十六年 由八五年開始區議會選舉 過去有四屆的區議會 就是八五、八八、九、一、九四 我都是當區的區議員 其實福來村的選區 其實過去二十多年 由我自己做區議員 開始計算 那個區是不斷老化的 人口老化的情況 與全香港的相對比例 亦是高的 那你現在 譬如福來村本身 福來村主要兩個房屋的組合 一個就是福來村 那個屋村 公共屋村的那九棟樓 然後就有十棟左右左右的 三十多年之的 十多層高的大廈 就是路德維那裡 我們走出來就是這樣 如果去沙田那些 搭巴士那些 很多都在那裡搭 所以福來村整個地區 是老化得很快 就算我們的助選團也好 我們的街坊也好 差不多每個月都見到 有些人走了 那個普遍老化的情況 還有年輕人搬入的數字不多 譬如八五年的時候 很多福來村是兩代三代在那裡住 那些小孩剛剛成長 二十多歲讀書 或者就快畢業 或者剛剛畢業做工 都經常回家 仍然有一群年輕 但是發展到今天 福來村基本上 是一個老化的區 如果大家看回 上一次 07年那次的區議會選舉 其實那次趙家浦 都是贏大約三百票 三百票比較鬆 從這一次選舉 是充分看到 這個選舉工程 對選舉結果的影響 剛才台長也說 很多朋友都表示 對選票的差距感到意外 或者感到震驚 其實我自己看 不差很多 跟我自己當初的預計 其實一個主要的成因 就是你看到 整個共產黨系統的選舉 如果那個選區 定為一個重點打擊的選區 他擺放的人力物力資源 可以透過選舉工程 來改變投票的 百分比的取向 比你上一次 已經輸三百多票 這三百多票 就算是趙家浦 這次出來選 那個選舉的勝負 可能都會很問 可能會輸人百分比 但是你看看 今次補選的勝出 有二千票 正式選舉都沒有這個票數 勝出一千票 即是二千零幾 拿到二千票 贏就贏一千票 我知道 但是你看過去的選舉 總投票率只有三千多票 三千票比較鬆 很多次的選舉 都是三千 看投票率 如果去到近四成 每次都是三千票 三千票 有些低一點 可能三十多% 就是一千六七 對八九百 一般都是這樣 這一次你看到 第一 共產黨的選舉工程 在這個區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重點 打擊的區 第一 很多年已經放了 立法委員辦事處 以前用譚耀宗的名字 最後轉了王國興的名字 這次打行是用工聯會 其實上一次也是 但上一次民建聯的色彩都比較強 這一次很明顯是 特別是用工聯會的名義 下區選 民建聯的色彩相對地是膽 這跟整個選舉策略 你看到這幾年開始都是 左派選舉的策略就是 逢是公屋區 就是用工聯會 一些舊區 或者一些私人樓宇區 就多些用民建聯 他們是一個策略性的分工 勞工階層、中下階層那些 就是用工會的形象 用來包裝 還有 風來川的特性 就是很多江蘇浙江人 很多上海那邊的人 上一次他就找了一個妹妹仔 下來 輸了幾百票 但妹妹仔的工作投入程度 跟現時的年輕人很不同 你見到工聯會選人 譬如這次輸了 他下一次就會調整 找一些更加就選舉需要而選的人 他這次選到一個在福來川 自稱土生土長 大的 很多人認識他的 自稱 第二 選一個是上海仔 就是那些鄉里 鄉里票 所以你這次見到他的選舉工程 就是在投票前幾天也好 過程兩個月也好 很多地區人 也不是很見到他做大型的事情 但是暗底裡做的事情 是那個密集程度 我經常用那個中環交叉 那個職的選民網 是精密到你所有民主派 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荃灣區基本上 除了傳統 譬如福來川 還有路德維 除了一些法團 還有福來川的戶委會之外 福來川的戶委會 和路德維的法團 絕大部分都是左邊的團體 建立的那些人士 福來川 從1985年做區議員開始的計 根本所有的戶助委員 都是那邊的人 那他的戶委會系統的關係 已經吃了你一大堆的地區網絡關係 那跟著那些法團 業主會那些又有一部分關係 另外他在地區上 他有幾個所謂居民的組織 方仲會 居民聯會 或者婦女會 那些 是不斷搞活動旅行 過去二十幾年其實沒什麼停的 他透過這些活動 是建立這些關係 再加上你有個立法會議員辦處 就是過去兩年多三年 那個人就全職在地區上做 那地區上的事密集到做什麼呢 就是你展發那些經常有 老人展發 就是一個星期有幾天幫你量血壓 然後派禮物那些 無日無知經常有 派罐頭也好 那些老人家的生日又會幫他慶祝 他那個地區工作的緊密程度 是差不多每一個獨特的組合 他都有些方法接觸你的 你單身老人 或者一些獨居老人 也有 你的家庭情況也有 你那些 就是透過活動參加的 就是你活躍的參加活動也有 他透過各種關係 和各個組合 今天可能是方眾會 明天可能是居民聯會 可能是婦女會 總之接觸到你之後 一到選舉 就真的差不多好像萬川歸流 那所有人就會動員幫他拉票 就是我今天和家方聊天 就是和他聊天 他講回他的例子 他的孩子十七歲 他說十年前參加過一個舞蹈班 十年前 那個導師親自打電話給他 十年前 親自打電話給他 就說 咦 用譚耀宗的朋友的身份打給他 是希望他能夠投這個人 就是你想想他那個催票 和那個谷票的情況 有這個地區工作關係 建立到的 就去做 沒有的就是其他人事關係 你想想 工聯會自己本身有系統 是吧 議員辦事處做那麼多活動 本身有系統 地區上那麼多團體 也有系統 是吧 再加上其他網絡關係 接觸到的 總之去共產黨系統裡面 有接觸的人 可以發揮到的影響力 都全部充分發揮了 如果在票數方面 你剛才的分析 就是他們谷票的能力 或者他們的系統很嚴謹 就解釋了他上屆拿1444票 變成現在是2086 就是票數上的增幅 就是透過這些選舉工程 如果又反過來去看 民主黨的那個跌票 又是不是純粹 就是因為對方搶了他的支持者 還是其實可能受眾 或者出來投票的人 是兩組人 民主黨的跌票 我覺得他三方面跌票 你由1700多跌到1700 那個跌票不是單一成因 一個成因大家都預估到 民主黨投共之後 一些所謂民主派的支持者 就會流失 但是福來不多 福來這個選區不多 因為這個選區 相對地是關係票 街坊 街坊 實際很多 實際關係票 還有你趙家普 在民主黨這麼多議員 那個地區工作相對地是紮實的 其實趙家普80年代跟他出身 一起做了很多地區事 其實他做很多地區事 就是當年我們發展的時候 的模式 就是他用那個模式跟著做 他把他們紮實 你看到他的助選團 都不少是轉移了 就是給梅校長的 還有梅校長自己本身 都在地區上都有一定日子 所以那些街坊關係票 基本上是保持到一部分 但是你說那些民主意識票 你說走80-200票 我覺得很普遍的了 這些我覺得會有的 第二就是你轉了人一定有影響 就是你原本一個選了兩三屆 一個新人這麼短時間裡面 那個關係的建立 就是未到的 第三就是那個選舉工程 你選舉工程的差異 譬如有些人兩邊都認識 因為你地區上這麼小 還有大家都做了這麼久的事情 你跟兩個新人不同 你兩個新人就全部靠形象包裝等等去做 大家都做了這麼多年的地區 個個都認識的 他在你這裏拿種 就去那邊拿種 就是拿月餅 那邊拿月餅 大家都認識 來你這裏做身體檢查 去那裏做身體檢查 很多街坊幾邊都熟識的 最後去投哪一個呢 有部分的票呢 是會基於那個關係 那段時間密 或者那個遊說功夫強 或者在投票前一兩天 或者當日他拉得緊一點 那便拉了過去 那所以你這三個成因 是導致那個票 就是不記得 就是七百多票 就是這三個主要的理由 戴教授問一個假設性問題 如果趙家浦先生 他不是早逝的 他今年年尾選 是不是都會輸 如果用你這個 會勤我我覺得 就是 如果他拿到二千票 我相信趙家浦再生 都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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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二千票 是很多的 有距離會議 很高的 就是你一個單一 還有福來村的選民相對地 不是多的 還有那個老化區 就是那個選民的樓室 或者那個資料 可能都有很多錯誤 根據他看 2003年 他真的拿過 二千一百幾 但有七一效應 那就是二零三年 對,零三、七一效應 全民主派都比較得票率高 這件事就過去了 即是有了結果 其實為什麼要說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可能不可能 看到年尾區議會的結果 大概是怎樣 跟這次區議會選舉 我自己今天都在考慮 以及想 究竟如果做這些選舉 真的要怎樣做呢 那我又有興趣 做過試驗計劃 即是一個實踐計劃 但是就要找一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幫忙 剛才我說了 這個共產黨系統 在香港做選舉 特別是公屋區選舉 那些密集程度 即是你用人事網絡關係 用這個服務去做 你已經沒得做了 即是你輸幾條街 那有一個方法 可能會做到的 就是你每天在那裡喊咪 喊到那些人改變 即是那個思想 改變的信念 改變那個態度 那你說如果有一個人 年輕人 我希望是年輕 即是那個論述能力 譬如馬草黎這些 拿著咪咪可以喊成半個小時 在那裡論述在那裡說 講到那些人 今天走過見到你 又聽你五分鐘 明天走過見到你三分鐘 而聽多十幾二十次 可能覺得 咦大哥你投共聯會 就等同共產黨 你投共產黨 即是等到一國兩制玩完 等同這個香港人民的 即是那個本土 生活都要改變了 即是權力沒有 民主沒有 生活都沒有 那如果你在那個論述方面 從這個八月開始 那你到十一月選舉 還有四個月 是吧 一直講去那三四個月 可能有機會改變那些人的態度 是吧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興趣去做 我也有興趣做下這樣的試驗計劃 看看用那個論述 我不跟你再玩傳統的選舉戰 我不跟你再玩這些組織 這些服務 這些派演 幫你換省電膽 幫你做其他事情 我就用那個論述 你現在民主黨基本上見底 即是一千票 是吧 那究竟用這個論述形式 和一個扎根地區 這次拿了二千票的人 年輕人 當區土生土長大的 又是他們的鄉里 有沒有方法改變 這個香港人 這些這麼老的區 這麼舊的區 選民的思想 和投票的取向 不過或者這麼說 你要改變一個 我想上個年紀的人 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但是這個做法 會不會 可能會 令到一些以前沒有出來投票的人 這個可能又是一個因素 另一個因素 但是你看回香港那些選區 最高的投票 即是說一般公屋和私樓區 即是去到近五成已經很厲害了 區議會很少 很厲害 其實區議會很少 何況是保選這次 其實是非常厲害 如果梅爾寧這個票數 我覺得是正常的 但是工聯會這個票數 肯定是動員的 超高 超級動員 超級動員 因為保選 是很少出現這個數目的 你現在看到 傳統左派重點發展區 到選舉 他有一對對人上樓 那些老人家 兩個夾一個 兩個義工 夾一個 下來投票 即是挖他的那些票倉 即是很多時候 他那些支持者 他挖到可能七八成下來 即是民主派的支持者 可能就是兩成幾三成 那你變成那個投票率 是這個四成 但是人家那個支持者 就可能七成下來 你又只有三成幾 那你到時就輸了 所以那個選舉工程 他那個組織動員 還有他那個 即是 谷票那個能力 即是 即是 在這個 現時香港裡面來講 即是民主派 是沒有得 即是沒有得揮的 我聽你講 我覺得幾悲觀 因為呢 你如果說這個動員的水平 就不是一朝一夕做回來 不是一朝一夕的 即是你可能說 前後二十幾年 即是一路二十幾年都用著 不是 逐步 左派的選舉工程 是不斷進步的 在那個組織動員方面 那個嚴謹程度 和那個落實程度 是不斷有改善的 選舉策略 亦都不斷調整 亦都有改善的 譬如我所說 上次找個妹妹下來 選輸了 結果某些理由不再做 接著找個人進來 就選本土地區上 土生土長 即是有這個感情的 對居民對他有感情的 接著就找一個 譬如你這個區 譬如你這個區 譬如趙家浦 是這個上渝 浙江上渝人 這個福羅村 有很多是浙江 即是一些鄉里的 他就找一個 又是那些鄉下的人 跟你撼 是吧 你看到他那個選舉策略 即那個對對碰 你有任何優勢 他會找一些的人 學了你 跟你平衡 跟著再找一個更年輕過你 有學歷過你 跟著組織贏你 你還怎麼選的 基本上沒有得選的 所以幾年前我已經說了 即是我 我04年開始在天水維 做幾次選舉 嘩 見這個天水維 即是輸到趴在那裏 就見到這個 就是左派的組織動員 和選舉工程 過去高投票率 民主派贏的 04年天水維有些選區 那個投票率57% 嘩 打算發達啦 民主派 嘩 誰知輸到趴在那裏 誰知人家的票多到 浸到幾乎 差不多零頭都贏你 人家成千多票 大舊這樣說 令我想起 例如電影經常都這樣說 你去打那些異形 你第一次打 你用什麼招打得贏他 他下次就會變種 變一些超級異形出來 就連這件事都防了 或者學你那套攻勢 來對付你 現在左派的動員就是這樣 每次過完4年 或者下次的補選之後 他又改善了某些不足之處 甚至乎把你的優勢拿過來 再加上 剛剛提到的組織動員 其實真的 區議會選舉來界 不會很難 即是你 你接下來這次11月選舉 民權聯一統天下 即是左派 共產黨一統天下 因為除非他有些區 他不重點打你 即是半放生你 你便贏了 你見到他 重點打擊區 一定就 放一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東沖日東村那些就是這樣 早幾年 放一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請個全職 做一年幾兩年 然後就贏了 然後立法會議員就撤退 再放在另一個區 這樣 他多立法會議員 又有公聯會 又有功能組別 又有民建聯 總之 譬如福萊村 上次 做了一兩屆 試了譚耀宗 那個公聯會 這個民建聯 可能令到部分公聯會 骨幹 做得不是很順 做得不是很投入 這次改了 就轉了這個 純公聯會的系統 所以 即是他們那個調整 是有系統有策略有計劃去做的 還有有個中央架構去統籌和決定的 人家已經是很職業 很全職去做 我經常說 喂 一個是巴塞 一個是 結智 結智 或者是屯門 即是 你怎麼打 沒得打 人家是全國的角力放在這裏 立法會選舉 到時選的時候 人家那些省市政府 那些統戰部 都打了電話 吹了票 所以 香港人民不覺醒 你那個所謂這些選舉 就基於在這個 這個 即是強弱 懸殊 那個助選系統 在一個選舉系統 或者統籌選舉系統 強弱懸殊情況之下 即是你見到 是逐步 民主派的議席 逐步被蠶食 即是慢慢 可能會成為受保護動物 如果樂觀點想 會不會是 當大選的時候 即是年底的 那次區議會選舉 因為每個區 都同時 四百多個區 一次過選 變成他就不能夠 有這麼多資源 去應付所有 做這麼大規模的動員 例如好像這些補選 因為他一個區 當然這也是重點打擊區域 對於左派來說 但會不會是 因為他只有一個區 進行這一次補選 在這個時候 於是他就可以集中多些 例如全灣的資源去打 還是離界的 這個區議會選舉 其實他基本上 都可以用同一套 這麼龐大的機器去打 我想機會不大 你說的情況 因為現在這個區議會選舉 牽涉到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 所以那個部署一定很詳細 我想這個部署 也不是在這個時候開始 已經開始了很久 很久 它是那個系統 和系統的延續 例如民主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例如A軍選完這個區 過了一段時間 A軍的系統的人都散了 那B軍來B軍 又要重新再組織系統 你共產黨不是 你所有地區的選舉 今天這個選完 好像福萊村 福萊村換位 你陳福水也好 你陳金水也好 總之你換了一個人 他的系統是繼續在 他只會利用你這個人 來發揮的系統 進一步 最大功效 對 其實最簡單來說 你不是跟這班候選人去選 你是跟共產黨去選 就是跟共產黨去選 就這麼簡單 事情就這麼簡單 你想共產黨多少人多少錢 你派東西可以影響到你就派東西 不行的就少少威嚇性的東西 可以影響到你 再不行的就透過人情關係 跟著向情 就是九千多種的方法 來影響你一票 我都說我 我早幾年試過在天水圍 就是當時有一個選區的票很近的 我當時想著我們的職員會贏的 那最後 有一家人我們以前幫過 他應該加三號的票是我們的 他可以厲害到 先後找三批人 跟這家人有關係的 去遊說他們 最後遊說到 兩夫婦 支持一人一票 為了拔你一票 可以找三組人 可以找三組人去 因為那個區大家都知道輸人很近 最後就輸五票 最後就輸五票 這叫不惜功半 不過你這樣說 大家固然聽起來有些心 但是 會不會他就算這樣做法 他的票去到某個程度都會見頂 整體來說 公屋很難的 公屋去那個組織動員 我經常都說 你給他地區上一織了那個網 一織成功織了那個網 你很難打散 除非他那個候選人出事 譬如有些貪污 有些色情 那類的新聞影響去 他一織了那個網 除非2003年那次 771效應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意識形態上 不令到選民覺醒的話 你很難他的網 一織起了 你要打散他的網 很難 不過簡單說 這個意識形態 大家的抗爭 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覺得都應該做 這個不是共產黨有沒有動員 有沒有組織 就算被你沒有都應該做這件事 是吧 但是我們沒有平台和沒有人 譬如 譬如 當初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講這個區議會選舉 我說最好很希望人民力量 就有200人 我當初這麼說 那你就200人在那些區那裡 不斷叫咪 可以幫那些人 這個民主意識的提升 思想的改變 這個是新民主運動 這個民主運動的第二波 希望可以做到 但是你現在都只有50人 你很多個區 要做這些所謂的思想 和這些教育工作 根本不夠人手做 所以 仍然呼籲那些朋友 當然我們很支持大家 很多謝大家 這個七一 和七一三次七五 都參與很多活動 但是接下來 那個民主運動 和怎樣去抗衡這個共產黨 這個所謂霸權 這個選舉霸權的話 你那個人民在各個層次 特別在地區那個參與 如果不強的話 你接著你 接著你選舉 當然我們可以成功 追擊這個民主黨 其他民主黨 我們不追擊 都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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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輸了大半的了 你現在說出一百二十幾個 到時都不知 人不得到三十個民主黨 是吧 如果我們 人民力量的朋友 不在地區上 這個參與的話 跟著這次選戰的困難度 是越來越艱鉅 好 我們待會回來 就會講高登的問題 好 這世界就將思慕互硬照 這世界又將突然停頓瞄 看見瞄 聽見瞄 卻不會動 空虛的一波心仍然在飄 枯乾的一張嘴仍然在飄 結碎了的夢 問枕補救烈風 沒有用 留住你每一句話 沒有用 留住你每一封信 不只活著就將跌破的鐘 標一身的光輝暴衝 長期默默地道 戀破水那片段 金錢不秒難再動 一切只好停頓 告訴我的坡路如何下去 告訴我一口事如何面對 告訴我那裡去再斬起夢 我去了但事實從來未變 我去了但舊事回頭又見 換去了的淚又加添了迷夢 沒有用 沒有用 留住你每一句話 沒有用 留住你每一封信 不只活著就將跌破的鐘 標一身的光輝到鐘 長期默地道 戀破水那片段 金錢不秒難再動 一切只好停頓 一切只好停頓 沒有用 沒有用 留住你每一句話 沒有用 留住你每一封信 不只活著就將跌破的鐘 標一身的光輝到鐘 長期默默地道 戀破水那片段 金錢不秒難再動 一切只好停頓 一切只好停頓 新海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軍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新海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 十點至十一點半 主持 墨葉城 謝二方 日文革命是出生 人物力兩萬歲 人物力兩萬歲 雙山 光致聲西力竭 繼續青筋暴現 不平則鳴 紫衍是香港 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黃毓民運動,現在和你否釋即戰 回到第二節,大舊要講高登,我先問大舊一件事 你自己想不想高登? 我很少想,間中會想 如果我極少,我沒有參與任何討論,也沒什麼看 我看高登,可能跟很多人網朋友的看法,角度和觀點有些不同 我自己覺得高登是一個香港的奇蹟 一個網站,可以發展到一個很獨特社群,一個聚集的地方 而這個聚集的地方,不但在意識形態上,建立一些很特色的思想 或是模式,或是行為,或是文化 其中也引入很多文化的創作 包括音樂、漫畫、政治的觀點等等 這個本身的發展,我只覺得高登已經成為一個次文化的產品 而這個產品,在歷史時空之下,是很有獨特的地位和價值 你不要說在政治方面,純粹在社會學也好,文化發展也好 高登自己本身的存在,是很有特色的 如果大家看回阿凡達那部戲 這個是一個很獨特的星球位置也好,很獨特的本土文化也好 高登自己本身已經形成一個社群獨特文化的體系 當然,所謂的主權或控制權,是屬於一個商業機構 但這個是跟本身獨特文化的發展成為的體系 是兩個不同的議題 一個就是擁有或控制土地 甚至你可以這樣說,是管理權,只是管理權 管理權的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等同一個舊區 譬如很簡單,我經常用市區重建來比例 譬如這次收購高登 你一個舊區,有一班居民住 有些是租客,有些是佔養,有些是非法霸佔官地 你知道舊區,特別是越舊區很多這些問題 越權問題 那你一個舊區,有一班人在 但是這一班人已經逐漸形成一個體系 我自己記得我1977年的時候去阿姆斯特丹 我不記得Copyhagen還是阿姆斯特丹 好像是阿姆斯特丹 當年就有一個軍營被一班無政府主義者 或者當時的卑鄙那些佔領了 即是去那個軍營棄置無用 那些人就搬進去住 那搬了一段期間 那些人自己成立過自治政府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那些巡邏的人就整著個秘章在那裏 脫衣服 然後插把刀在腰上 那這個有一個自治政府 你可以進去那裏住 總之你每日就貢獻三個小時的勞動力出來 你可以幫忙耕田 你可以幫忙去... 我們那時候就做一個woman theater 在那裏重整一個woman theater 那個是烏托邦 那是事實來的 77年 真的形成到 77年 77年我去那裏住了幾天 還有一班來自歐洲各地的年輕朋友 在那裏 就是半天體營的 那些人就脫衣服到處走 就是整個舊的軍營呢 就成為一個很獨立的 一個文化體系 和一個... 就是... 好像台長說一個烏托邦那樣 那我... 我早幾年再去那裏 就是隔了整二十幾年了 是不是 再回去看回呢 不見了 那想起聽回那些市民說回呢 就是... 其後政府就用這個武力呢 就清場那樣 就是... 那個地方存在了十年 就是... 他自己這樣做 政府都容忍他的存在 超過十年 其後政府呢 就是... 用這個武力清場呢 就... 收回那個地方 那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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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登... 這個... 獨特的文化和社群組合呢 本身有它一定的文化和社會價值 ... 如果你單單看這個問題呢 你要處理高登的問題 你不可以忽視這個獨特社群 你不可以單單用業權啦 管理權啦 去看這個問題 是不是 那你人民力量 我們713到715那幾日圍 我們都強調本土民權的運動 我們覺得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不可以給大陸這個超強的政治 共產黨這個超強的霸權 用來全部改變我們香港人的傳統生活模式 我早前跟陳文的討論 講了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同樣老蕭要收購高登 突然爆出來說收購 原本高登那幫人的憂慮和憤怒 等同我幫過很多市區重建居民一樣 等同你這個突然爆出來 特別是80年代當時最流行的事件局 當年的土法 完全沒有諮商 我相信這個區要收購 那就晨天霹靂 那些居民呢 我記得當時 我在荃灣七街受重建影響的時候 開居民大會七百幾百百人的 所有人都衝出來 又不知道收購情況是怎樣 又不知道影響是怎樣 很多這些憤怒 很多這些問題 很多這些疑問 或者不滿 是基於程序上 那些事情不清楚也好 或者他本身是原則上 根本是不接受 重建的 或者收購的 所以在處理高登的問題 我又覺得 不是當一般商業的角度 純買賣去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獨特的社群 存在的尊重 我也覺得很重要 不過就算大舊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講 一個商業的角度 我們以前讀的所謂的工商管理 都有一件事 譬如你去takeover一間公司 都有所謂的corpic culture的問題 公司文化之間的差異 舉個例子 譬如IBM 他買一間新進的技術公司 這樣才算 那些人做事的風格 可能跟IBM很不同 如果是一個拼購 或者merge的情況 其實大家要考慮 在文化上 大家如何去接軌 當然 如果高登的討論區 其實我自己不是太熟 所以我不可以說太多 我想最寶貴的資源 是那幫用戶 無論覺得他們 和你立場 或者表達方法 最寶貴就是 這幫人說話的內容 反而不是單純 這個討論區本身的硬件 我自己考慮多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那個收購 出現一些壞的影響 可能令到傳統高登 剛才我所講的那個獨特的群體 或者獨特的一些文化 可能消失的 可能破壞的 這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不可以忽視 當然我看網上討論特別人網的朋友 很多從法律上的問題 從老蕭承諾了 會被他五年不變等等 有很多這樣的承諾 但是 如果你已經形成一個很獨特的文化 和獨特的社群的話 這方面的延續 我覺得不可以單單用商業角度 或者用少許法律上的保障 令到其他人的疑惑 等同我過去 剛才說過市區重建的時候 政府也有很多政策 事件局也好 前討法也好 也有很多承諾 我最記得領會的時候也有很多承諾 領會的時候 當初買領會的時候 在立法會開會 就說維持不變 租金不會升 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梁子民那些 不過這樣就大搞 我們看法就是兩樣 因為其實 這個不牽涉到住屋的問題 首先 因為如果 你不在這裡可以去看 沒錯 你說領會或者土法等等 市區重建這些 全部都是牽涉到那個人的居住權 或者住的選擇的問題 他拿了賠償 他未必足夠有回到同區 有一個雙等或者雙約的居住水平 政府承諾說 七年流明的樓價都賠給你 你聽我先說 我認同大舊說文化方面 但我又反過來從商業角度去看 我又覺得無論是蕭先生也好 任何收購者也好 他就是為何要去收購高登 就是他當然也是欣賞了這個 他欣賞高登的特質 就是這個文化 所以其實他都會盡量 無論是從利益的角度 還是從商業的角度 還是從文化的角度 他都是希望去保存 所以跟一般說 市建 或者政府要收地 這種就不一樣 因為他的興趣不在 或者他對於居民 或者對於用戶 如果這個情況 就是高登仔 所謂 他對於用戶的興趣 大家可能有一個 mutual understanding 或者大家有共同的興趣 所以這個我覺得 反而不算是很大的 concern 是的 我也同意阿馬出來 其實蕭先生提出這個承諾 我覺得不需要跟領會的商量並論 因為就算從商業的角度 這個承諾保持下去 是對整個交易的交易最有利的 最有利的 問題就是高登的用戶本人 所以他們不相信 這個可以做下去 這是新問題 所以他們不相信 是基於他覺得人網 或者收購者會破壞 但其實我就說 站在收購者的角度 也不想去破壞 我盡量想維持 否則變成我買你的 value 都會低 如果破壞了你的 culture 沒有你的獨特之處 那我買來做甚麼 這就適合到那個程序問題 剛才我所用的市區重建的例子 我們動一聲就說 我這個區要重建 先前有沒有跟我們說 重建的賠償是怎樣 沒有諮詢過 沒有諮詢過 這個是一個程序 可能基於一個程序上的問題 是引致到不應該出現的憂慮 不應該出現的憤怒 不應該出現的抗拒 就因為程序上的欠妥善 而引發到連串問題的出現 還有這些問題一出現的時候 有時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要關顧到 用戶或者高登仔的情緒 反彈 但始終我覺得 不只是情緒 如果基本權利 我們等同重建一樣 我合情合法 我收你們 你買就賣 不賣就算 到時你不賣 最後我就用這個土地收回條例來收 那程序是一樣的 所以 事先的諮詢和討論 但那些住戶基本上是擁有業權 但現在其實 不是一定業權 剛才我講的同建那些區霸佔 霸佔之後 他已經是法律上認可了 他有居住權和佔有權 但高登的那些只是自由出入 分分鐘是 自甚麼身份的用戶 因為高登自己本身 正如我所說 已經成立了一個很獨特的文化 和社群的組合 但是那個講義很簡單 雖然你有其他討論區 但你去那裡你不過癮 你不過癮 這個是我建立了 This is my land 好像凡達那樣 這個是我已經是 This is my territory 這個是我的頻道 已經建立了出來 那你現在要轉換主權 好似那時97討論的時候 那時港英餘業都說 這個主權換自權 你是引致到那個憂慮 我覺得不可以輕視 所以當然 老蕭事後都解釋很多 和這個討論 但我覺得人網的朋友 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特別 有些人網的朋友 就說高登仔 只會說粗口 就是非理性 他就說粗口 其實 在某些次文化的組別裡面 他那些語言 就表示他有一種態度 是不是 我不是用你很高貴 很客觀論述 等同兄姐罵我們一樣 你說粗口 我不跟你談 立法會翻版 所以我覺得人網的朋友 你不要覺得高登仔 說粗口 就是非理性 他那個文化 他自己本身的表達方式 他那些語言 就代表某一個態度和價值了 這是他那些人的次文化裡面 所謂的原意的獨特性 所以他們說出你的原意 就是我不妥理 就是我不妥理 就是不妥理 是吧 這一個信息 我覺得不可以 當是基於你說粗口 你罵人 罵人 早上十八代理 你就不跟他談 這樣跟兄姐跟我們說 喂 大救 你們人民流班人 說粗口 我不跟你們談 變成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反而是這個 所謂的收購行動 太早已經宣揚了出來 導致了很多劇烈的反響 而大家 雙方好像互相在 在這裡 就是謾罵和攻擊 這個我覺得反而是 一般的商業收購 一般的這種舉動 是不應該牽涉到的東西 你看到 不應該當一般的商業收購 當然我也明白你的論點 文化的影響 或者他們獨有的特質 是很重要的 但就算是在商言商 不能在商言商 特別站在人民力量的觀點 去看問題 你就不可以在商言商 如果你在商言商 你就純公商 在自由黨說 你站在人民力量 我們這個組織的價值觀點 你在7.15 讀了本土民權運動 你便要當高登那一班 亦都是本土 高登就是他們這班高登仔的本土 我們都應該尊重他高登仔 自己本身 這個本土的民權 他有權的 等同我們現在 人民力量爭取 這個雙普選 這個是香港人 在香港的本土民權 我不管你們共產黨多惡 我不管你們共產黨多威 我不管你們工商界 怎樣去 我們站在本土民權 就要跟他抗爭 所以高登仔 捍衛自己本土 高登這個平台的權利 人民力量的朋友 不應該歧視 亦都不應該不尊重 我贊成是不應該有歧視 不應該有針對 不應該有攻擊性的延遲 但是 那個takeover 其實就不牽涉到 剝奪了他這個權利 因為他又沒有一個土地權 我現在又不是拿了他 他又可以繼續使用 他有的一直都是使用權 剝奪權利 有些是存在的權利 不是一定是法律上的權利 他使用權沒有剝奪他 你怎知道後不會 你怎知道後不會 大腳和馬出來 可以聽下去 發覺現在就是人王vs高登 我是純粹從本土 我沒有立場 完全沒有立場 你的態度是有立場 你是純粹從本土民權去看問題 等同市區重建一樣 為什麼市區重建的人 爭取得這麼大聲 是不是 如果你這樣說 政府有賠償給你 政府有安排給你 政府有安置給你 你用吵什麼 如果這樣 市區重建的不用說話 但他不用move 你怎麼知道他不用move 依然用他的account 用他的文化去做同樣的事情 你最多是五年 你說了五年 最多 當然 你也可以說 老蕭不買 其他人會買 那又不同 譬如你老蕭不出手 你等那個什麼 孫柏文 孫柏文那些買了 到時 蘋果買進去 你等孫柏文那些開了聲 老蕭突然做救世主 叫林先生 不要買給孫柏文 如果是 我就會五年 不變 那時那些高登仔 可能很接受你老孫 那你就等孫柏文那些出手 可能老蕭就聽到 有些風聲 接觸先登 可能他出於好意 純粹在台上說 一說一說就爆炸 其實他不敢 等孫柏文 應該就放些資料出去 叫馬草黎出去說一下 孫柏文那些買 在財經介入 然後等那些 花刀那些 又說說說說 等他先威風一下 等高登仔 逢他的時候 找老蕭出來救救 那樣就不同了 整個形勢又不同 你現在好像是 老蕭 老蕭 已經像肥大牛 說我老蕭當然大過我一套 坐在這裏 很威猛 老蕭一說的時候 然後 cars 說那個時候 誒那時 誒那你誒那行不行 那高登仔的高登仔便鬆嘲 所以 本身我覺得 老蕭沒惡意 朋友們又不用對老蕭 那麼負面 老蕭 看到他們是個人網 其實很難得 讓你在人網 叻老蕭 開放的 你嘗試在政府網頁,媽差真人權,兩下已經失蹤了 你嘗試去大陸的網頁,看看媽媽的共產黨,兩句已經收你皮了 所以我自己看這件事,過程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自己從一個研究社會行動,從本土意識去看這個問題 我很欣賞那些高登仔,老實說 抗爭 他們捍衛他們本身的地盤本土 你說如果香港人,一般的香港人,爭取民主 有些高登仔的積極性的話 有希望 區議會不用輸 你說福來村居民,好像高登仔的意識 你民建聯都很難進來,老實說 很難搞他們 所以高登仔這些捍衛權益的意識 如果可以擴展到全香港市民在爭取民主人權 特別是在本土民權的意識方面,可以建立這些氣候氣氛的話 香港民主有希望 不過這樣說,高登本身已經書立了一個所謂典範 這個典範ECMA不是我們認同那種表達方式 而是他純粹從一個網上討論的平台發展到一個具體的社會行動的基礎 有的 即是你開始出來了 現在你開始見到這些東西出來 我們七一和我翹首那一班 有幾個是高登仔 所以高登在與警權抗爭和人民力量是站在同一線 可能因為大家的意識和立場都比較近似 所以可能蕭先生也有這個idea 不如拿個synergy,拿個協同效應 希望更加發揚光大了它 那你就出現一個問題 那你就做了一個granddesigner的身份 你變成我是神,我要設計一套東西 你的高登仔就拍 高登不是這樣,高登在我的程度上 是網上無政府主義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 在Amsterdam 我都不記得真的在那裡 總之那個地方叫Christensen 他叫Christensen 那個無政府主義的集區地 高登就等同是這樣 高登就是網上的無政府主義 這個就是他們的土地 這個就是他們的建立的版圖 所以我覺得從歷史發展 從網上世界的建立 我覺得這個現象 這個特性 又很奇特 而且是歷史上一個特殊地位的發展 所以都應該予以尊重與保存 所以大家都呼籲各位人網的支持者都冷靜 而且這件事無論如何都應該暫隔一個段落 因為無論買到與否 現在蕭先生也有說 買已經進行給了offer 今天亦都deliver了出去 所以如果對方 林先生他收到 他應該都會積極研究 如果你說高登仔要夾錢 我捐一千塊 支持他們 即是老蕭說一千塊一個人 我起碼 都一個 但是我沒有戶口 我要快點開戶 所以無論如何 因為offer已出 如果對方accept 要簽一個NDA 即是non-disclosure agreement 那什麼terms 你都不能說 跟高登仔說 如果要籌款 我籌款都有些能力 大家齊齊幫忙 不是跟老蕭作代 不是跟老蕭作代 是支持他們做這個行動 支持之後再談 你令高登仔自己的平台 可以鞏固到的 遲些就跟老蕭談那個買賣條件 不是被人壓著來打 現在最慘的就是 林先生一個決定 如果你說高登仔自己做了老闆 之後跟你慢慢談 希望高登用戶聽到 這個節目聽到 他們不聽 放連結在高登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我們是支持本土民權運動 支持本土民權運動 下一節再回來 好 要放內 好 要放內 不動後退 不動後退 只會奉陪 只想嘗到挑戰的滋味 吃一點鬼 也無所謂 吃一點鬼也無所謂 吃一點苦也無所謂 吃一點苦也無所謂 一身傷痕 換一份體會 怎麼能夠 怎麼能夠將白變黑 怎麼能夠將世變美 怎麼能夠 嚴正正看這世界 不分正偉 做到溫馨無愧 代價不費 只要做得對 就是最大的安慰 不管是誰 知火以會 對得起自己 也就不必說後悔 問天 問地 問心無愧 只要做得對 不管有沒有人陪 不管是誰 知火以會 對得起自己 永遠不問痛不痛 累不累 吃一點鬼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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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傷痕 換一份體會 怎麼能夠 怎麼能夠 將白變黑 怎麼能夠 將世變美 怎麼能夠 嚴正正看這世界 不分正偉 做到溫馨無愧 代價不費 只要做得對 就是最大的安慰 不管是誰 知火以會 對得起自己 也就不必說後悔 問天 問地 問心無愧 只要做得對 不管有沒有人陪 不管是誰 知火以會 對得起自己 永遠不問痛不痛 累不累 做到溫馨無愧 代價不費 只要做得對 就是最大的安慰 不管是誰 知火以會 對得起自己 也就不必說後悔 問天 問地 問心無愧 只要做得對 不管有沒有人陪 不管是誰 知火以會 對得起自己 永遠不問痛不痛 累不累 是誰 都不會鬧可 可否 但已成為 尊重 居然之餘 令人陪敗 其實相對 I'm Radio 201 你已經知道這些是左膀 這些是左膀 但這裏有說條線 即是那些左膀 左膀我喜歡 左翼人士 以身犯險,全民發聲,撥發城市論壇 提升正面品味 逢星期三晚10點至11點半 My Radio,有馬祖黎,劉翁,聲線醫生,城市再論壇 POWER TO THE PEOPLE 貫切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報現 POWER TO THE PEOPLE 不憑則鳴,只因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RIGHT ON 身體力行,隔空發工 黃毓民民道,現在和你保釋政治 POWER TO THE PEOPLE 第三節,不過呢 但好像你現在找到幾百個勇士都未找到 是啊,我們打算幫每一個勇士 去被捕編號做一件T恤 但仍然21個找不到 因為我要回到衣服的大小 印號數在後面 希望大家朋友如果認識他們 或者是自己本人的 儘快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這個星期想 叫那個生產商做好T恤給其他朋友 因為他們一做 就有138件一起做 嗯 7號 31號 47號 55號 56號 64號 76號 84號 91號 92號 94號 97號 103 110 124 129 131 131 135 136 138 這些號數的朋友盡快跟我們聯絡 讓我們可以這個星期做好衣服 133 7月 2日凌晨被捕的人士 好嗎 另外 我跟旭敏 8月6日 星期六 會跟大家由舊立法會大樓 因為 9月就預搬了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所以 然後轉向中審百院 大家視察的機會就小了 如果想和我和旭敏 一起去大樓拍照 我們又會講解少少歷史 大家可以帶上椒 香椒 哈哈哈 帶上紙飛機來 當旅行 當旅行 每一組就50至60人 我們就會分幾組輪流進去 那個視察可以超過一個小時 但是我和旭敏 每個團陪半個小時左右 希望可以盡快 那段時間做了 所以 報名的 打電話去我辦事處 2411-3107 另外 我和劉翁去澳洲 就成行 8月13日到Sidney 住幾天 然後去Melbourne 然後去Ockland 所以澳洲的朋友 希望多些人幫忙聯絡 因為第一次人民力量 訪問澳洲 澳洲 希望可以和大家聊一下 我們就會講這個辛亥革命 與香港 以及會講講香港 即是回歸後這十幾年的政治情況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盡量幫幫忙 我們聽聽電話台長 好 因為我看不到 盧先生 盧先生你好 盧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今晚這個話題幾好 其實我不知道 台長給一些意見 有關民主 我關民主 我關民主 只是一個情況用到 就是政府對市民對人民 其他那些來講 公司 不是講民主 是講公平的 正在大舊港 好像土法收地 那些來講 有法律是怎樣 因為這個政府通過不合理的法律 偏袒財團 是造成這些不公平的 所以人民有權 有權利益去反抗他 對抗他 主要來講 公司 高登 高登 好像我很多謝人望 因為我真的 除了捐錢 我覺得這件事 是無緣無故在這裏 我是在享用的 因為我不可以批評這麽多 或者最多給意見 就不是殺人媽媽 殺人老爸這樣說 問候全家 高登來說 例如老闆 我想他也很慘 又不是人生執了 又是血本無歸 你譬如說真的沒有錢的話 這些人要付出 我覺得我拿了這些義務出來 我就有權利 那麽是我對政府來說 我有個威脆和他針對 在這裏只可以講民主的 其他很多事來講 譬如有間公司、學校等 你只可以講公不公平 哪裏的問題 有條件設定出來 我當然要遵守 如果不是的話 要是我就可以改變 改不變 一人接受一人不接受 我覺得這樣就好像 比較合乎人性 邏輯 你所發生的 絕對不是說有法律 那法律是 一個壞的法律 憋法 憋法 而且他用他的功 嚴格來說 政府是無限權力的 嚴格來說 他對付人民 更加不應該 對政府 我們有個威脆去減毒 或者是 他做些事情 我不對 他不對的話 我家人的法律在這裏 我就公民抗命 因為你說我不會走的 我存在這裏 我就有權力在這裏 我是這地方的一份子來的 所以民主的體現 其實不是單單是政府和人民 其實你家庭也好 你這個組織架構裏面也好 你家庭也好 我都知道 人不是說民主 而是說公平的 或是責任 道德各方面的 好似來說 小孩子 你很多不懂的 是爸爸 沒有很多家人是照顧他的 到他這麼多大 就獨立了 又不是民主 不可以說 投票 爸爸 五個子女投票 每個月給多少錢 來用錢 投票 那些人不是少人投的 因為權力與義務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民 我對政府來說 是不是我在這裏 我存在 我就是有責任 政府就有這樣的責任 義務 去聽我的要求 聽我的訴求 他不對 我就是想辦法對付他 我覺得不應該家庭 公司 等等 家庭公司應該是公平 一事同樣 明白 謝謝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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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說 因為這樣所以電話我用藥 我們聽聽張先生 看看民主人權 特別民主 甚麼層次有 張先生 你好 你好 喂 張先生是你 到你了請說 你好 大舊馬仔 哈囉 喂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電視 最近有一個廣告 是 他就很誤導性的 嗯 他就是 補選廣告 補選廣告 是啊 那個叫做甚麼 他說 他說 只是 說你們 公開 推選 有五個人辭職 引起到補選 他沒有說那個理由出來 是 只是說這件事 不說這件事 政府有甚麼廣告 不是 誤導的 哈哈 他要亂張取義的 一定現在 你們可不可以 或者是說 去投訴他 或者是怎樣的 這個是政府 給錢 賣的廣告 他可能有兩類的 有一類是廣告 有一類可能是公共 那個訊息 是啊 其實你可以投訴他 你根本來說 你講一些 又不講一些 只是說你們 你說退選 又要甚麼 這個 那你告訴別人 為甚麼 都要說了原因 但是嚴格來說 他真的是state the fact 你又很難 challenge 他這件事 因為他真的把事實 說出來 只不過是斷章取義 將有利於他 那部分的事實 你可以投訴的 但是最後的投訴 都是石層大海 他不會有任何改變 還有 你很難在短時間內 就是整個過程做好 然後他就會收回 他真的就算 如果最後的判決 真是你 對你贏 但是他要收回 他都賣光了 那時候已經做了所有事 知新期都過了 可能 真正的效果 未必出來了 那個港檢局 就回這些所謂 政府的訊息 就是監管 是一個很寬鬆的處理 那就是你又 我回去查查條例 或者有關的指引 這個應該可以投訴他 你根本叫誤導我們 是不是 你好意思 不是說到你誤導都被人告 好 OK 多謝你 多謝你的意見 我們研究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做 好 謝謝張先生 然後有洪先生 洪先生 洪先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想說有兩點 第一點先說一下高登 我覺得 我覺得大舊 他說的話 都很有道理 不過 也有些幫了高登 說過了路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就覺得 大家要將這個收購這種行為 千萬不要當是政府那種政策 強加在我們市民身上 這個是完全兩回事來的 好像我 我有 我打算來網台 打算來人網 或者這個mine video 講粗口 我是有一套 我做人 不只是打算網台 我說粗口 是定了一套很嚴謹 非常之嚴謹的守則 如果要平時說那些座語詞那些 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呢 譬如我在茶餐廳 譬如有其他女性的顧客在那裡 我一有女性在場 我都不會說粗口 就連單詞都不會說 如果是要問候別人 媽媽那四個字粗口 更加是不輕易說的 因為說完就會打架的了 你知道這句話很嚴重 譬如 你高登 高登的人 要跟蕭先生的搜求這件事 你用粗口罵別人的媽媽 這件事絕對是過火位的 我告訴你 還有 你不要把 你用粗口問候別人 人家 人家反駁你 或者是罵你 你就說這樣就等於沒有言論自由 這個是荒謬的 你反過來想 如果別人用粗口罵你媽媽 你會不會還妥啊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我首先講一件事就是 高登這個問題 如果 如果 反過來 高登如果要來收購人網 那我會怎樣做呢 我就會找蕭先生 我們就會找蕭先生 我會問他 為什麼會 你賣不賣啊 還有我們會說出我們的意見 但是我們一定不會用粗口罵蕭先生 因為為什麼呢 既然我們是支持這個網站的話 我們感激他都來不及了 又怎會用粗口罵他 因為這個畢竟是蕭先生的財產 他賣不賣這個是絕對他有他的權利去決定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如果 譬如我講粗口 你政府強加一個叫做什麼 我記得我講過第一次在網台講 四個字問候人娘親的粗口 就是 那個叫做 因為他要規管網台 就是在那個選舉期間 這個是 這幅是對我的自由的嚴重侵犯 而我是別無選擇 不能選擇 不能退的 所以我一定會用粗口罵他 而且是用到最厲害的粗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用粗口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譬如蕭先生要收購這個人網 大家要記住 一個網站呢 一個網站是什麼呢 只不過是一個server 加一個網址的名字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有人要弄死他 好像我現在這樣 有時候我講的東西 都是一些很重點的東西來的 那有時候我覺得 人網給的時間 雖然給了很多我 但是我都覺得不夠的時候 我自己已經走了去 學了十幾堂 這個網頁製作 這麼厲害 我現在自己 我現在已經掌握了 我現在自己可以建立 架設一個網站出來的了 所有技術我有齊的了 我現在學著就是架設這個網台 我是不斷自己去增進自己的IT技術 我是告訴大家 高登的朋友 你們不用這麼擔心 說這個網台會被人弄死 你其實呢 如果你老闆 你的網 高登真的被人弄到跨了的時候 你們只要轉一轉過去 開一個叫做新高登 其實那些server是便宜到不得了的 可以基本上是零成本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盡量點 理性點 在那個問題上面去討論 不要動一下就問一下別人的娘 這個是很嚴重的 還有我還想說一說 林瑞麟那個替補方案呢 我真的不調查它都不行 現在這個所謂的諮詢是推出四個 剝奪你投票權的方法 叫你自己選一個 好 我們呼籲那些人不要給意見 總之叫他去照顧 不是 他現在是推出四個剝奪你投票權的方法 是 即是推出四種強姦你的方法 叫你自己選一種 喂 這樣 我們怎麼可以容忍他呢 總之一句說完 我們一定會發起一些活動 好 也都跟他說 你通過了我們的活動呢 我們會正式不應答區政府的 不要等他通過 我們遲些會有行動的 到時候大家再響應人民力量的 抗爭的活動 都不用你這個諮詢了 這個諮詢就是 總之回去就不給意見 要去撤回 Kenny 嗨 你好 喂 Hello Kenny 剛才我想播放洪先生那些東西 第一件事 你可以在家裡建的網站 個個都可以在家裡建的網站 但是 現在講的這些 Enterprise scale的網頁 網站 你問一下蕭若權 訂了多少錢下去 他只是賣這個東西 他虧了十幾萬一個月 講的那些二十幾萬一個月 有個月是虧足七年 我想這條數過錢 還沒計 他拿回來的fee content 你想一下 黃毓民和譚志強 那些人做節目 他應該可以收多少錢 中文沒有收錢 中文沒有收錢 如果他們來商台 他們應該有多少錢一閘 這些都是成本 你想一下 馬草 劉翁這些 這些 所以當時我們開台說過 當時我們開台說過 是億萬台 如果你計算 真是過心算 那麼多人 馬草 借一條 銀河艦隊 黃馬 這根本就是黃話 全部不收錢 你們一講全香港的天 最強根本就是香港人 你說這些talk show 這些節目 真是 雙台港台合在一邊 這根本就是成本來的 你們說 你個個說 那些fee不花錢 知不知道 我懷疑 我不知道 蕭先生現在租的fee 我懷疑都要幾筆的一個月 at least Kenny的意見 好啊 將來等大班開台 看看質素是怎樣 我們就可以看看人網的價值 跟他那個比較是怎樣 你可以說網 過億 集資過億搞這個電台 但是那些 他就找了Q仔過去了 拔了Q仔過去了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說 還有高登 相反高登 高登都是 的 他們都是有一堆serve 不是一兩隻的 就算我講 如果別人的商業 用那些serve 便宜 現在都要兩翻皮 一隻 是說一隻 但是你們一走都不會走一隻的 那位先生 那位先生可能不熟IT 我就不怪他 這些成本 全部都要講 你說 當然 我覺得 蕭先生要買也沒辦法 有錢也不買 老實實 但是問題 那個問題 賣了 劉詠說 你們就去其他地方 搬去其他地方 一個 要集這麼多人 是要時間的 為什麼蕭先生想買 就是他想 最短的時間內 最多的人 如果不是他買 用錢買了這個時間和effort 是 對 他說買高燈就是垃圾機 有什麼用 高燈就是垃圾機 我還看過 因為我以前在他之前的老闆做的事 那時候我也是 明高燈 那些是垃圾 你還想買一千或一百多元 就搞得好 我想就算是今天 我還想買 詳細短說 我先問你一件事 你是否高燈仔 以前是 那你對這次這個事情的立場是怎樣呢? 我覺得我跟蕭先生那邊的立場是一樣 我只是一個用戶,我不能用,要買都沒辦法了 不過我會覺得是像皇上那種說法,皇冠奪之路 你買了過去之後,我建了一個新網站 我每天在舊高登那邊不斷貼我新網站的連結 我不會下任何的留言,我只貼了新連結 你要看我們高登的言論,麻煩你過去 如果大家可以夠集中做這件事 那你就可以買垃圾回去 其實我明白你說什麼 但你以本商人 買米泡這些米都走了 你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相信蕭先生會有錢,但他不是無限金錢 明白你的意思,謝謝你 這個是抗爭手段 買米泡,但沒有米,米都去了新店 所以網民和智慧真的很難遇 我剛才也說過這個立場,我沒有意見 也覺得這個收購有相確的地方 從商業的角度也好 所以這也是我一路的想法 覺得是否有意義在這裏呢 要去買這個網站 好,劉先生 你好,劉先生 馬仔你好 你好 台長好 好,高登這個問題 其實我都不需要大家再討論 因為真的很厭 其實蕭先生,我想他也是打開口牌 都不是很認真 其實真的不是很認真 他們這些小孩以為是當真 真的 真的很慘 不是,假的真是真是假 你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們以為真是真的 其實老實說,這個網台 如果是蕭先生 誰的收購都一樣 你去管制當然是多餘 其實是說這些 這些小孩都知道自己的身份 今天沒有人管理你 也不需要管理 如果真正管理不是我們管理 我上次也說了和英文說一樣 是共產黨 共產黨的威力是最大的 是不是 如果是國家想管理 那現在似乎有些共產黨的影子 都想傷口 就好了 其實先生 提出了林生 其實提出了林生 就是說有這樣的情況 你們應該提出了 你們這些高登仔 如果真的想保護網台 應該你自己自律一下 真的要反抗的時候 真的要反抗 共產黨不跟你開玩笑 真的要收就收了 是不是 這些話不說得笑 你如果和共產黨比較 即是對手這樣算 可能共產黨收了之後 是由車位人亡 車位人亡 好像那些高潔一樣 就是了 幾個皮 我說最悲污的手段 都可以做得出來 你看看 和毓民的遭遇 看到的 對共產黨對於你們 有事支持來說 對嗎 不過網上世界 網上的社群 不怕共產黨 我知道 不是不怕 其實他不知道 他還未打到來 是吧 未打到來 對 所以我重勸 如果真正的民主 已經每個人去爭取 即是出心去爭取 不是口舌之爭 是不是 民主真的要落實很多事情 亦都要落實 民主真的 老實說 我應該給小朋友看看 台灣真正的民主 在台灣真是 人家真的一天是票選 總統出來的 這是真正的民主 這些是不假的了 是 沒有錯 馬總統 你看看 七百八十萬票選出來的 是 這些是不假的 我應該 台灣應該學回香港 其實 原來學香港的法治 嗯 沒有錯 如果有法治 有完整的法治 有了法治就非常好 對 即是叫做如虎虎添譯 雙得亦雙 你有民主有法治 還有有教育 現在台灣的教肅挺高 是吧 大家有眼睛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 我們香港 都要向台灣學習 台灣亦都要向香港學習 是吧 我們要學他的民主 他要學我們的法治 好 謝謝 我們聽聽下一個 非常認同 劉先生 好啊jack 喂 Hellojack 喂 喂 聽聽到 聽到 你說得了 陳偉業和馬草良 是的 沒錯 我也有些 可以 告訴陳偉業 說說 我想問福羅村輸了 打算人民力量那邊有什麼打算 因為我都是福羅村那邊的 家庭 家庭 有幾百人在那裡住 但譬如昨天我看了一些無奈,民主黨,老實說我也是年輕人,老實不怕說心裏面那句,你找阿禎出來選,你猜我會不會投你票 譬如以前趙夏浦那一部,拍照拍得很漂亮,但說實話好像華園阿伯那樣,都像70歲的了 還有我想說一件事,陳偉儀,去書其實我有點無奈,但不出奇,遲了的字,趁現在譬如說,我也不會叫人投給民主黨 還有跟你說一件事,其實福萊村你都說很多浙江人,浙江人其實他的子女已經大了 很多老人家住得年輕搬走了 很多老人家都還在,但他的子女很多都搬了出去,還有不少都可以去到中產 就算不是中產,有很多學識水平,學識水平不會投給民主黨 他自己不投給我,他也不會叫你家人投給你,叫你父母投給你 你看回數字,都是三千票,之前上一家07年,李兆華普也贏千六票 現在你的一千票是你的底線,證明了很多年輕人的票,是過了工聯會那邊 還有陳偉業我想跟你說一說,我有時經過福萊村的,我發覺你那些街板 陳偉業和街工那些街板,梁耀宗很多時候都被人戒爛的 這些一定不會是,這些一定不會是年輕人,這些一定不會是霸人做的 這些一定是年輕人做的,十年二十歲的做的,是不是 這些很明顯,這些是未來的這裏的票員來的,十年二十歲 所以說你一趁工聯會那邊,還未插好志祺在這裏 趁這幾個月,趕快搶回那些年輕人的票出 兩支票,志祺都很厲害 還未定的,未來幾年,這班可能投票就是這班人來的 我還想說一些關於高登,因為我都很年輕人 因為我都聽人了很多年了,由以前《沙發日報》 聽到現在當然是老蕭以前,《沙發日報》、《新城》那邊聽到現在 比如現在,高登我都是上網站的,我想問一下蕭先生 你聽其他IT的網台,你聽全部上網的討論區 你很老實說,你收購高登就不是那麼受歡迎的了 但相反來說,如果王維基收購高登,我估計很多網友拍手歡迎 我跟他講,很受歡迎的,我給你一件事 你平時不要上去看了高登的網站 以前ATV、《香港歡頻》到現在 你不如反過來更好,你把這些節目買回到王維基 叫王維基買高登,可能更受歡迎 因為夠穿,除了你先生之外,王維基,第二個夠穿 可能他形象比莫乃光更好 很多標誌,很多IP人很受歡迎 這是一個新的建議,台長一下 可能有些人通知王維基,說高登現在收購 聽眾說,明明他是不看高登的網站 高登是這樣的 不理甚麼是這樣的,如果再想跟先生說 麻煩毓民的轉介發聲 我一年前在人網開了一個帳戶 叫包志傑24,到現在你還未開了一個網站給我 一極禁可言的 我說帳戶,我說了這麼多 謝謝Jack的寶貴意見 這個好意見,看看王維基會不會考慮 如果商業世界,其實根本是 做新收購,明知牽涉到很多 sensitive issues 通常一是低調一點,二是通常都要找中間人 或者合夥人,看誰出面好一點 不知是否王維基叫老蕭托出來 反而是王維基 不知道有沒有過鐘珍貼 總之可以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收購項目 另一個挺有趣的 繼續可以觀望和研究的議題 好,鄧先生 有很多電話,鄧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想說兩件事,第一件事 就是你們的人民力量成立了 其實之前民營的事件 其實對我們之前的涌等來說 也有些不太開心的事發生 希望大家處理第二次所有事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 盡可能不要再有同一次的情況發生 要不然對我們,對一班的支持者 就會有些 對我和旭敏都是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很失望的,雙方失望的 但是到現在人民力量成立之後 看到那個情況 就有一點好像和鄧民營最初的時候 這樣 整班都是大家很團結 很好的 但是很多時候在網上 有很多這些言論 做好一些了不起的事 可能就搞到內內裡 一些不太協調的情況出現 大家真的希望小心一點處理 另外最後一件我所說的 就是那個粗口文化 其實兩三年前我打電話來講 說你們在造勢台會那裡 盡可能不要這樣 因為其實我不代表不說粗口 就是斯文人 但是說粗口也要看場合 和看一句起兩句子 我覺得 但是我看回7月13號 你們那個遊行 那幾句口號就是 爬台 然後就 撲街吃屎 那我想一想 如果大家真的能夠可以 大家的擴闊都去看的話 那如果當時余若薇和 吳靠怡跟你們那一條隊走的時候 叫這個口號 他們兩個又跟著你們叫 他們不會叫 肯定不會叫 那就是了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想 大家都可以叫到的口號 更加大家可以寬容些 但是我不是說不讓你們說 講一句兩句子 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和在一個這麼大型的遊行的時候 有很多都是腐老攜游 也有些人未必有這樣的習慣 所以 其實這些口號 我們等一下好像 你的建議這樣講 就是要想一想 因為這些發展 不是設計的 就是當時即興 即是當時一兩個人 譬如是皇上也好 毓民也好 即是有時當時的氣氛 他感覺到這樣講 群眾跟著這樣反應 跟著一傳過去 就整晚是這麼說 這個不是預早設計的人的 因為這個我明白 因為我們譬如我們聽過的 譬如我聽過皇上的節目 我預了他會講的 是有心理準備的 他是不說不舒服的 我知道他一定說 沒有所謂我們預了的 等於我去看三級片 我預了他是三級片 但是我不代表 我看一部不是三級片的時候 他突然變成三級片 好嗎? 這裏希望大家 原本是文藝片 現在變成三級片 我認同 鄧先生 我也認同這件事 一說起三級片 馬仔又緊張了 哈哈哈哈 我是原本是粗口的部分 哈哈哈哈 好 今晚非常踴躍 這些電話 亦有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和大狗都聽到 亦都會反映給相關人士 都聽到的 都知道 有看著這個節目 哈哈 老少爺不知道 在旁邊聽著 哈哈哈哈 聽著這麼多節目 毓文呢 星期四繼續 日本和南韓的考察 星期四還未回來 星期四我們繼續 沒有黃毓文的毓文踩場 哈哈 是我們在這裏踩場 好 到此見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謝謝 拜拜 在意 無意 裝飾 放了笑容 Yeah 隨意 隨意 間披滿 一生的清風 無意 無意 裝得到失去卻眼紅 仍然懷念風 如何流著風 三思熟淚都不會變動 我的 也許不合你的 半杯水亦賠感真實 我的 誰相都是我的 有心創在的 刻意的 搶眼的 那個放眼吞聲 无心得到的写意感觉更顺更真 随身念花的诗意味得接近永恒 轻轻看 轻轻听 轻轻笑 那笑容来自放心 只因而放下戒心 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厌尘 随身欣赏的景致最可人 谁相过 轻轻轻踏入草味无痕 留下无心的离间 Zither Harp Oh 我的 也许不及你的 半杯水亦会感珍惜 Oh 我的 谁情都是我的 我想藏在的 无心得到的写意感觉更顺更真 随身念花的诗意味得接近永恒 轻轻看 轻轻听 轻轻声 那笑容来自放心 只因而放下戒心 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厌尘 随身欣赏的景致最可人 谁相过 轻轻达六草味无痕 留下无心的离间 无心得到的写意感觉更顺更真 随身念花的诗意味得接近永恒 轻轻看 轻轻听 轻轻笑 那笑容来自放心 只因而放下戒心 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厌尘 随身欣赏的景致最可人 随身过 轻轻达六草味无痕 留下无心的离间 随身过 一生像无水俗幸运 原是无心中发生